大家好 我終於回到家了 去了巴黎十天 真的玩得好累好累的這次 蔡天鳳Abby分屍案震驚傳承 而Abby她生前的生活片段 亦都在網上風傳 除了Abby在今年的二月 去到法國巴黎時裝周 和多位的外國人一起聚餐 Abby更是全程以流離的英文交談 令網民大讚她氣質高貴優雅 大方得體有禮 另外Abby也曾透露她 她在參與巴黎時裝周期間 她為了買到深愛名牌的服飾 竟然不介意給自己的身材 去遷就衣服砌碼 當中她行名店和店員對話的內容 亦都揭露了她的真實性格和人品 令到網民都讚她為人十分除和友善 好意話為 亦有網民對於她這麼貪靈 竟然會買不適合新的衣服 而感到驚訝表示真是想不到